看到不一样,才能做的不一样 面对关系难题,你需要多一双眼睛 大家好,我是李宗卫 我们这周继续聊亲密关系 前几天我的一个好朋友问我 他说到底什么样的才算是好朋友 后来他自己给出了答案 他说好朋友不是那个觉得你有多好的人 而是那个你可以坦然展现自己不堪的那个人 借着这个话题呢 我想讨论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典型现象 就是我们在对方面前的不堪 当然也包括了对方在我们面前的不堪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允许自己去展现这个部分 什么时候又开始去允许自己看见对方的不堪呢 或者说我们彼此的理想化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破灭的 亲密关系建立之初呢 往往是伴随着很多的理想化 它就好像是点燃那个引线的那一束火星 理想化的意思就是你看得到对方的优点 对方的完美 他实在是太好了 你为他做什么都可以 那个对方太好了 其实是我们的脑补 很多时候不见得是他没有缺点 而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更愿意相信他没有缺点 我们相信自己遇到了一个特殊的人 一个完美的人 一个比其他人都要更好的人 所以我们愿意跟他发展一段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 彼此都视对方为唯一的关系 这是大多数亲密关系的开端 可是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 如果你问一对刚谈恋爱的情侣 你说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他们就会给出一些很甜的回答 就是这种理想化的部分 他会说他很好啊 我看到他的第一面 我就知道是他呀 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懂我呀 之类的 可是你去问一对结婚五年以上的夫妻 说当初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注意是五年以上的 很多人的答案其实就会 没有那么甜 他会有一点调侃 比如说他说 我那个时候是太年轻了 被他骗了 这是开玩笑的 还会有人会稍微认真一点说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在一起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叫做原形毕露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理想化的那个破灭 过去你觉得非常完美 非常唯一的那个人 现在好像你看他 也蛮普通的 是说关系的时间长了 所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两个人把自己不太美好的 那个不堪的部分 暴露在对方面前 也不掩藏了 但这个是唯一的原因吗 MOMSELF公号呢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叫做101个结婚的理由 让读者回答 你为什么会跟他结婚 我们听一下里边有一些回答 有人说睡了这么久 总要给他个名分吧 有人说我们其实经常吵架 谈恋爱的时候 聊不到一起 然后有一天我都决定离开他了 结果发现怀孕了 就是属于是凤子成婚 也有人说你问我 我问谁 谁知道我当时脑子咋抽了呢 还有人说我当时一时冲动 就因为我觉得他笑容比较好看 后来才发现那个笑容 是他的公司培训出来的 很多人都会说 我当时就是觉得他长得好看什么的 甚至mom self当时问了很多 结婚三十年的老夫老妻 可以说那个感情是非常稳定的状态 然后他们去回忆说 当时怎么就看准了这个人 那个回答也都是说 条件合适 或者长得好看之类的 好像特别没有内涵 特别没有让人觉得很完美 或者很激动人心的那个感觉 但这个说明这段关系不好吗 显然不是啊 因为我们问到的都是至少目前还算成功的亲密关系 那他们也会谈到婚后很多很温暖的瞬间 然后你能够感觉到他们那种自嘲的或者嘲笑的那个态度背后 其实是经历了关系里一个更现实 更厚实的一个基点 那刚谈恋爱的情侣看到他们的另一半 那是惺惺眼 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其实不一定有多稳定 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那个火花四射 那个浓度很高 然后你看到老夫老妻彼此很嫌弃 然后互相吐槽 随时都有一种说 哎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人 分分钟就要离开的那个感觉 然后你知道这绝对是上了年头的亲密关系了 这种关系看上去没有那么光芒闪闪 但轻易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呢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 褒贬是买主 喝彩是闲人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做生意的话 你可能就知道 有人过来看你卖的东西 然后在那里挑刺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这个太贵了 不值这个价 你看这还有瑕疵 等等等等 有的时候你会很烦他 你觉得他没事找事 对吧 既然嫌他不好 你走就是了 你干嘛又过来一个一个的挑 然后讲那么多 确实很招人 可是这样的顾客 你要好好跟他聊 因为他之所以要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来挑剔你 除了这个人真的 他就是太闲了以外 真的是太闲了 他会把时间花在跟你去斗这个闷子上 可是大部分的情况 他花这么多时间来挑剔 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感兴趣了 他已经开始去盘算这个东西 值不值得自己拥有 这个时候他才会非常的慎重 因为他在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东西 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他只是短期的欣赏一下这个东西 他就不会那么纠结 因为不重要 有的人他逛街从那个商店门口走过 他就是扫一眼里边挂的衣服 他说啊这个衣服好好看 他就走过去了 虽然他觉得很好看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东西变成他的一部分 所以你听到一个人说你好 有时候是他确实觉得好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他可能只是在用一种过客的态度去欣赏 所以那个未必是投入了他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说我要跟他持续的保持那个关系 否则他就会变得挑剔起来 我有一个学生啊 今年毕业 他要租房 因为他工作的地方就在我家附近的区域 所以他就让我推荐这边的小区 那我推荐了几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他去看了 然后后来我问怎么样 他说哎呀都不太满意 要么就是朝向不好啊 或者是小区太破呀 或者是离菜市场地铁站太远了 不方便 当然了还有就是贵啊 如果什么都好的话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他说哎呀他周末的时候陪室友去了另外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地方看房 他说那边的房子怎么那么好 各方面都很好 我要是也在那边上班就好了 但我知道他这么说真的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他不可能住到那边去 正因为不可能 所以他看到的就全是优点 他在这边看房子看到的都是缺点 是因为他真的打算住在这里 所以不可能的东西往往都是最好的 但挑剔的东西才是我真正要的 亲密关系也是一样 对不对 刚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即使你看到对方的缺点也不在意 甚至你觉得缺点也挺可爱的 他可能还是优点呢 比如如果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女生看到男生不太靠谱 没有上进心 整天就是玩乐队 写小说什么的 他很喜欢 他觉得这样很酷 可是过了两年 他就开始催他说 你去找实习 你去找工作 你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你现在这个工作收入太低了 你应该把自己变得更忙一点 你应该把自己收拾得像个人样 然后去挣更多的钱 他甚至把这个男生的吉他给没收了 不许你弹吉他了 然后看到他玩手机干嘛 他就会骂说你就知道玩 你整天什么事情也不做 你怎么是这么个废物 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女生怎么越来越不可爱了 好像这段关系也越来越差了 是的 看起来他们的关系变差了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是变得更深了 因为当女生这么说的时候 他是想要跟这个男生结婚在一起了 这时候他就不再是欣赏的立场 至少不是百分之百的欣赏立场 他就发展到要跟你长期相处的立场 所以那些瑕疵就被他放大到无限大 因为他打算跟这些瑕疵相处一辈子了 所以他要开始跟他们死磕 那有时候闺蜜之间或者哥们之间 有的时候会相互吐槽自己的另一半 说这里那里都很不好 然后特别闹心 可是那个闺蜜就会说 我见过他 他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好 我觉得他挺好的 说这种话的其实都是外人 因为你只不过是欣赏一下他 所以你当然觉得在那个时刻 展现出来的已经不错了 已经很好了 那些缺点你是不在意的 因为你没有真的打算从现实的角度 跟他发展那样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觉得你好的人 他就是看你一眼 跟你说句话 吃顿饭喝个茶 跟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间 他觉得你很好 可往往是挑剔你这不好那不好的人 他正在跟你过一辈子 或者他正在打算跟你过一辈子 所以呢 亲密关系的一开始是理想化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理想化就会破灭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一堆缺点毛病 这个人也会发现你的毛病 然后你们互相都开始犹豫 要跟这么不堪的一个人在一起吗 好像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个很纯粹的那种美好 那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好像已经一去不返 这是一个幻灭的阶段 通常亲密关系会经历这个阶段 这并不意味着这段关系搞砸了 而且恰好相反 这意味着你们两个人都看对眼了 于是你们真正的开始动心了 所以你们要挑毛病 因为你们想要走入对方的生命当中 走得更远 更深 所以通常我会在这个时候 恭喜你 因为你找到了一个值得你挑剔的人 那些激情浪漫或者很完美的感觉 那个并不稀罕呢 因为你看电视 今天看到这个明星你觉得哇好完美 你明天看到那个土豪你觉得哇好幸福 你会情不自禁的说我要是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好了 那种动心是随处都会有的 一点都不罕见 可是真正遇到一个人值得你去挑剔 去吹毛求刺 去想说哎呀他有这么多毛病 我还要不要跟他继续下去 那个是要恭喜的 因为不管你继续不继续下去 起码这一刻 你正在认真的考虑跟这个人的这段关系 要不要走得更远和更深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讲了亲密关系在发展之初的那个阶段 会经历一个幻灭的过程 如果今天的观点对你有一点启发 也请帮我们推荐给你爱的人